清楚啦 这些应该都 其实格式化这个会前期应该会啦 而且其实K哦 K等于2 K等于K加1 你看才多两行而已 变化可以如此之大 对不对 很多地方真的不用花很多力气 城市有写出来 还蛮多地方的 而且很多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而且我写城市的逻辑是第一个 真的城市越少越好 所以你看我写出来的城市 真的第一个城市真的不多 有没有 就这么五行再加一行 五加一 对不对 只是说我放云端上的城市都有注解 第二个当然逻辑越简单越好 你会发现你如果去看别人写的城市 一定跟我不一样 如果他跟我一模一样的话 表示他应该有参考我的吧 因为这是 这是真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要花一点时间 我可能有时候连晚上睡觉都还在想城市怎么写 睡到半夜突然想到可以这样写 赶快从睡梦当中起来 打开电脑继续写城市 以前会啦 现在比较没有这种状况 我老婆说 你怎么半夜起来干嘛 没有啦 我突然想到城市了 怕隔天醒来又忘记了 赶快把它写出来 不然的话到时候忘记麻烦了 所以其实当然这里面当然有一种 也辛苦啦 但是有乐趣存在吧 OK 就是有趣嘛 你会觉得说不一定把它当成一种很难的 只是说有趣 最后的话就把注解再加一下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也有加上注解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个乐透彩 我这边有没有 这个上面这里有没有 前七名嘛 你当然你们也可以Ctrl C啦 也可以Ctrl V贴上 不过我建议即便你把它贴上 你还是要重新再打过 那有哪些不一样 记得我上面有加注解 其实不加注解当然也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以你们现在的程度 我建议还是加一下注解吧 如果你哪一天可以跟我一样的程度的话 你什么都不加都没有关系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缩排 缩排记得 这个我还蛮重视的 因为如果你有一点点不缩排 我可能看着就很不愉快 但我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只是一种习惯问题啦 就觉得说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你只能要求你自己 你但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因为如果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的话 可能他一定会爆炸 对 他觉得压抑太大了 但是我对我们自己要求是 因为我喜欢嘛 反正我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大压力 我反而觉得是很好很好玩 有点像那个打游戏啊 这一关过不了 我就要想这种方法一定可以要过关 也就是把以前打游戏的精神把它转移到写程式 真的所以后来我都不打游戏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打了游戏过了关 拿第一名又如何 你又不能出过比赛 在奖金也只能拿一次而已 对不对 可是写程式你可以一直拿 拿终点费啊 你可以拿很多钱啊对不对 接个案子你还可以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比较有价值一点 所以我也蛮奉劝那种啊 就是现在还在打游戏那些年轻人 当然除非你可以出类拔萃以后 可以把它当一个工作 不然的话你倒不如把那个精神 转移到这个上面来 这个成功案例太多了 很多年轻人把它转移到这边 真的变得非常优秀的很多了 OK 好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那个刚刚提到的 就有同学问到 说老师这个前七名虽然OK 但是这个前七名是怎么样 是找到了小于等于七 他就放过来 小于等于七就放过来 有没有 变第七名 然后再来就第二名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第五名 可是问题我希望这边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谁啊 第一名 有没有第一名 三十四 那以前的话 那如果像你们以前做事情 你用图法链线的方式来 你会发现很麻烦 找到贴一个 找到贴一个 哇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你应该怎么 以后呢 透过程式帮你代劳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同样的逻辑 写成程式的话 那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那怎么改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也不困难 改只要改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程式就搞定了 应该多改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说 我因为我要找什么 找那个 1到7 所以我这边一定不能 不能是等于 找1等于7 我这边可能要等于某一个值 等于J好了 OK多一个变数吧 因为如果你今天需要有一个会变动的值 那我第一次找1 第二次找2 第三次找3 一直最后找到7 所以如果这个J的值可以在1到7之间变动的话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所以特别注意 先把小于 等于7 改成等于J 然后请你在这个FOR回圈的外面包一个FOR J等于1到7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应该OK吧 然后NAS写在这个 但是因为它有两层 所以请你把里面这一层 再往里面推 不然两个FOR感觉怪怪的 OK 选起来 按一个TAB键 这样子 应该可以懂的逻辑吧 好 程式写完了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可以懂的意思 那只是说 然后怎么可以看到结果 好 来试一下 这边先清空 按下去 34第一名 是不是 应该没错了 34 有没有 34 第二名的话是21 是不是21 是啦 第三名意思类推 这个一定第7名 没有问题 OK 程式写完了 不过你可能跑太快了 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有 还没转还没有那个理解就已经趁着写完了 所以特别说我刚刚只有改三个地方嘛 第一个的话呢 我不要小于等于7 因为小于等于7它变成循序的找到一个就丢一个找到一个丢一个 那我就是先等于追 那这个追的值呢就是他会在这个里面先帮我找那追会先产生1 产生1之后的话呢 再进到里面来所以他先1嘛那先丢给他所以他就等于1的帮我找到找到之后帮我丢过来 那再来他找完之后的话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就不饿 饿的话又喂给他饿 找饿 下一个找3 下一个找4 意思类推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程式 应该比想象中简单吧 只是说好像没有多少东西但是问题你真的要把这东西写出来 还真的有点难有点困难 所以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再把这些题目拿起来试试看不见得一定要看我的答案 也许你可以试着用自己逻辑写都没关系啦 反正写出来如果实在是还是有问题的话当然也欢迎你们可以 再提出来问啦 或者甚至你有自己的写法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那个问题是你自己写出来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无可取代的 你千万不一定要陷入到我的这种解答里面最怕就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写出来照背而已 那以后问题又改变了那怎么办你又 没有答案的话怎么办老师帮我写一下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 所以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新的东西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刚刚如果说要按照那个顺序排的话 只有 换了三个地方 OK 就是这个 小于等于7 外面包一个 外面包一个 for I 等于1到7 那色 这个把他往里面推 这样就搞定了 我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会按照第一名先放 在第2名一直到第7名 这一招其实如果会用的话以后你要把报表里面的某些值 比如说某一些 资料 放到你报表的那个表格位置的话 其实也可以如法炮制 然后呢 如果多栏的话你也可以带多栏到 就是把位置对好就好了 找到了 他的A栏 B栏 C栏 反正 就 类似的方法就可以把资料给整个带过去 OK OK 这部份请各位试试看 好